今天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也是双方总结历史共创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50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为了实现中日和平友好 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做出了邦交正常化的重大决断 50年来双方交流合作不断扩大 为两国人民带来重要福祉 去年两国领导人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达成重要共识 为下部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中日关系依然面临一些分歧和挑战 特别是日方国内 总有一些人不愿意看到中国快速发展 不希望看到中日关系稳定 借此机会我愿意向日方提出三点忠告 首先是要不忘初心把握好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 要切实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 建行互为合作伙伴 互不构成威胁 而且相互支持对方和平发展的重要共识 确保两国关系 始终沿着和平友好的方向发展 二是要重信守诺 维护好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历史台湾等重大敏感问题 事关中日的互信根基 根基不牢地动山摇 希望日方在这些问题上 恪守 迄今所做的一系列郑重承诺 避免再给两国关系带来严重的冲击 三是要顺势而为 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广阔前景 世界多极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 取代单边主义霸权主义 这是历史的必然 冷战结盟 地缘对抗那一套 早已不得人心 日方应该顺势而为 而非逆流而动 不要为他人做火中取栗的事情 也不要走上 以灵为贺的歧途 要真正做到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为地区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 做出日本应有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